沒有,其實手機健診 我們這一次主要是讓消費者 透過我們一些專業訓練的一些前端的人員 然後在看到手機的時候他健診 我們去看手機現在整體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像去醫院健康檢查一樣 我們對消費者一些相當的建議 我們他手機的同時 我們對手機的外觀 比方說這個手機有沒有任何異常、彎曲、變形 或者是受潮的狀況 我們會跟各位講清楚 然後再來我們會觀察說 這個手機有沒有受過潮 還有他的防水塞 這個就是防水塞 他防水塞有沒有乾淨、清潔有沒有斷裂 如果沒有事的話 我們正常會把它做清潔 防水塞清潔一下 把它吹乾淨 我們去看一下內部有沒有問題 把這個清潔 刷乾淨之後我們把它裝回去 再來 充電孔 充電孔 我們要異常的狀況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一樣做清潔 謝謝 這外觀都等於確定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會後 等一下會把它做清潔的動 我們現在進到手機的一些檢測功能 去測試一些主要的方訊 所以我們這個SIM卡座拿出來之後 插進去會重新開關機一次 是正常的狀況 還有這兩個 聽筒跟麥克風 這是聽筒 這是麥克風 把灰塵清乾淨 接下來我們做功能測試 我們從設定 到它的支援 然後裡面的工具 它的診斷程式 它整段程式裡面的測試功能 它把現在手機所有的一些基本功能性的東西都列出來 消費者其實它可以去自己做 好它會做 比方說我現在做個相機測試好了 大家看相機有沒有工作 動作是正常的 我來拍個照 OK 是我拍照 是 完成 好這其實每一項功能都可以做 像閃光燈 還有閃 好 OK 按示 完成 觸控螢幕 大家最care 如果你觸控有問題的話 其實這邊就測得出來 它現在只要把這個重幕 刨乾淨 好 表示你現在手機觸控其實是沒問題的 完成 完成 再來 破音器 沒問題 好 諸如此類的一直往下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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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Wi-Fi 藍牙 充電器 這一個其實是光感應器 這一個是這一個 你看 變灰 變暗 這一個 灰 一般電話接起來 靠近耳朵的時候螢幕會變暗 就是這個 這光感特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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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我們在健診情況會盡量把這個功能全部做完 那消費者如果覺得我手機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經由這個硬體的檢測 確定手機沒問題 當測完之後沒問題的時候 OK 我們這個手機做外部清潔 外部清潔有幾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希望在還給消費者實際上 那當然是手機是最乾淨的狀況 有個重點 這個地方 我們剛測試沒問題 但是一般消費者有貼保貼 或貼玻璃保貼 這個地方往常會積油或積一些髒東西 我們建議消費者這邊一定要擦乾淨 不然你手機會一些 為什麼貼近點的時候螢幕不會按掉 或者一些奇怪的動作發生 透過這個問題 擦完之後 剛剛已經清潔了前面清完之後 旁邊稍微清潔 後端 杯殼 盡可能把上面的髒東西全部都清掉 鏡頭 全部清潔乾淨之後 就把這樣 我們還給消費者 同時我們給他一個見證的禮物 我們只還 但是還給消費者 這就是我們今年的見證